欢迎收看每日焦点新闻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与国事访问中国的赞比亚总统希奇来马会谈 两人宣布将中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当前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 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 与发展中赞关系 愿意同赞方将两国深厚的传统友谊 转化为新时代合作共赢的不洁动力 推动中赞关系行稳致远 不断卖上新的台阶 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15日起 一连两日在古巴首都哈雅那举行 过8个成员国确认参与 几十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在内的国际组织负责人将会出席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 峰会将会聚焦南方国家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以及科学、技术和创新对发展的重要性 将会呼吁加强南南合作 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期待峰会加强77国集团和中国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话语权 外交部表示 中方决定对两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 回应对方参与对台授母 发言人毛铃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 美国先后以军售、军援和贷款等等的形式 向台湾地区提供先进武器 中方所采取的回应措施 毛铃表示美国洛杰马丁、密苏里州 姓路易斯市分公司作为主承包商 直接参与8月中的对台授母 而洛斯罗普格劳曼公司多次参与对台授母 中方决定对这两家的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 毛铃强调中国行为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宜 南航总统办公室表示 南航国家安保室室长赵泰勇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江南通电话 并对俄罗斯和北韩不顾国际社会的一再警告 讨论包括洲制弹道导弹在内的军事合作 深表忧虑 三方一致警告 俄罗斯和北韩应履行安理会相关的决议和各类国际制裁措施规定的禁止 武器贸易和军事合作义务 美国驻俄市馆一等秘书西林和二等秘书帕恩斯坦 俄罗斯外交报称 两人曾经参与俄罗斯公民赵洛夫保持联系和从事非法活动 赵洛夫已被指控和外国政府进行秘密合作 接受指在损害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任务并因此获得物质奖励 缅甸传媒近日报道 78岁的昂山素姬因为牙齿感染 出现头昏、呕吐等等的不惜症状 并且无法进食 他所属的全国民主联盟表示 担心昂山素姬没有得到适当的医疗照顾 又指军政府没有为他的健康提供足够的健康食物和住所 在意图危害他的性命 据路透社报道 9月14日英国、法国、德国发表联合声明 以伊朗不遵守伊核协议为由 宣布将维持原计划于今年10月到期的 针对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核框散相关制裁 伊朗否认相关指控 指责此举非法且挑衅 并且表示将会采取反制措施 详程究竟是怎样 我们一起和巴士的布的评论员Anthony King King 你好 9月14日英、法、德、三国发言人 在一份声明之中说 作为对伊朗自2019年以来 一贯严重不遵守伊核协议承诺的直接回应 法国、德国和英国政府计划在10月18日过渡日之后 继续对伊朗采取与核扩散有关的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禁止伊朗开发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 禁止任何人向伊朗买卖或者转让无人机和导弹 以及冻结参与核计划和弹道导弹计划的几名伊朗个人和实体的资产 声明就补充说 我们仍然是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这个决定不等于追加制裁 也都不等于触发快速恢复机制 如果伊朗全面履行承诺 我们是随时准备改变我们的决定 目前三国已经自信 并将决定告知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 博雷利在同日发布声明说 他已经将三国的信件 转发给伊核协议其他签署国 中国、俄罗斯和伊朗 同时他承诺 他将会在未来的道路上 继续与所有协议参与者进行磋商 据路透社的报道 英法德并非突然间发烂 今年6月 有知情的欧洲外交官透露 他们有保留制裁措施的计划 该外交官还列举了三个原因 包括 第一 俄罗斯使用伊朗无人机攻击乌克兰 第二 伊朗可能向俄罗斯转让弹道导弹 第三 伊朗方面违反了协议 尽管是美国违反在先 伊朗方面做出回应 反驳了上述所谓的原因 就说 英法德三国的行为 是非法 而且是挑衅 伊朗外交部14号 在一份声明之中就说 这个决定 相当于一项 制造紧张局势的措施 出于恶意 具有挑衅性 完全不可以接受 声明指责三国 违反了伊核协议 和联合国安理会 第2231号决议所做的承诺 并警告说 伊朗将会根据伊核协议 采取反制的措施 以适当的方式 做出回应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4号 回应说 美国正在和欧洲盟友 就适当的后续步骤 保持联系 米勒就说 我们正与我们的欧洲盟友 密切合作 当然 也包括英法德三国 以利用我们所掌握的 广泛的单边和多边工具 来应对伊朗构成的持续威胁 包括在导弹和武器转让方面的威胁 谢谢Anthony 行政长官李家超到权湾福来村探访 期间和两位年逾90多岁的婆婆及其家人交谈 实地了解了长者和基层的需要 李家超此行是为了了解长者和基层人士对施政报告的意见 他探访了92岁梁婆婆一家 有和商户小童和居民交谈 并且到访区内两间长者服务中心 了解他们的运作情况 又应老友的邀请 和他们一起玩卓上的游戏 李家超说 相信两个家庭的情况都反映了很多市民 照顾者面对的问题 承诺将听到的问题和建议 带回团队仔细研究 看下有哪些地方能够造深造广 探讨如何在现有的政策上 进一步深化支援长者居家安老的服务 政府开展香港夜宾分活动 将于中秋节前后陆续推出 环华国庆 圣诞和新年 一直至明年初 超过80个商场会提供餐饮和消费优惠 并延长营业时间 三个海滨场地包括湾仔 西环及观塘 将举行一系列活动等等 港铁也会推出晚间乘车优惠等等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希望让市民放松心情 也令晚上使道更旺 形容人希望 自然财希望 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金融事务的 助理部长内曼访问香港 是自2019年以来 访港的最高级别财政部官员 财政部表示 内曼访港 是因为财长耶伦 七月访华的基础上进行 内曼将会按照总统拜登 深发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 之间的关系指示 在香港活动 包括同政府官员 政策制定者 学者和美国商界 金融界领袖在内的人事交谈 以提涉及双边金融和监管事务 以及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发展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 许正宇认为 香港和中东作为地区枢楼 应携手合作 共同强化一带一路 在联通节点功能的角色 对话环节后 许局长和埃及投资和自由区 管理总局首席执行官会面 就香港和埃及的金融发展 和合作交换意见 推动日后两地更多贸易和投资往来 每日焦点新闻讲到这里